今天的案件发生在智利的扑口 一个后城市全国最美丽城市之一的旅游圣地 案件的主角是一个叫安东尼亚巴拉的小姑娘 年纪轻轻才二十岁 正是花一般的年纪 谁才想这朵花还没来得及绽放 就被一个畜生不如的家伙给摧残了 这事儿在整个智利闹得沸沸扬扬 就像是往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一颗炸弹 击起千层了 安东尼亚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智利家庭 爹妈除了她还有四个娃 这一家子坐在乌克 一个人口二十二万的小城市 安东尼亚的爹妈可是起早贪黑 勤勤恳恳地干活 就为了给孩子能创造个好生活 就跟春天里的农夫一样 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 安东尼亚这丫头 那可是个开朗 勤奋又聪明的主 她跟家人的关系亲密得很 就像藤外盛着大树一样 从新兽年时期开始 这姑娘就成了爹妈的骄傲 2019年出世的时候 二十岁的安东尼亚 已经在大学读了两年工程专业了 同学和教授都说 她是个爱笑又专注的好学生 这姑娘的交际能力那是没得说 在校园里可受欢迎了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向日葵 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 不仅如此 她的名字还被立在了大学荣誉解上 这可是只有最勤奋的学生 才能获得的殊荣 安东尼亚心里揣着不少弄想 其中之一就是到美国留学 提高英语水平 2019年9月 安东尼亚收到了朋友们的邀请 准备一起去蒲孔度假 这蒲孔可是被誉为 这里最美丽城市之一的旅游圣地 对那些喜欢徒步和皮花艇的 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说 这地方简直就是天堂 城市里还有不少天然温泉 还有个壮观的维里卡火山 美得不要不要的 安东尼亚的朋友们 计划在9月18日和19日再普空度过 这两天可不是普通月子 是智利的重要历史节日 很多人都选择在这个假期出游 安东尼亚的朋友们也不例外 收到邀请后 安东尼亚立马给蝶妈打了个电话 问问他们的意见 安东尼亚的父母听出女儿要出游 不但没反对 反而觉得这主意不错 他们觉得女儿应该和朋友们 一起出去玩玩 放松心情 正好安东尼亚刚刚结束了一段恋情 跟一个叫罗德里哥的小伙子 交往了大约两年 分手后心情难免有些低落 那些最亲近安东尼亚的人 尤其是他的爹妈 都知道这个情况 他们希望看到女儿开心起来 所以觉得这次旅行是个绝佳的主意 就这样 安东尼亚和朋友们一起去了扑孔 在那里度过了两天时光 当他回到家时 父母以为一切都很顺利 你还记得安东尼亚的前男友吗 他的全名是罗德里哥卡拉里奥 在继续讲案件之前 咱们能了解一下 这对小情侣之间的关系 安东尼亚和罗德里哥 是在大学里认识的 谈了大约两年恋爱 据周围的人说 安东尼亚可喜欢罗德里哥了 有时候还会表现得有点小气 不喜欢罗德里哥和其他女生说话 然而 罗德里哥在大学里有几个女性朋友 其中一个叫卡拉佩内多的姑娘 让安东尼亚特别吃醋 因为卡拉和罗德里哥关系很亲密 卡拉说 她和罗德里哥的关系 一直都是纯洁的白拉图式友谊 因为卡拉自己也有男朋友 2019年的某个时候 安东尼亚给卡拉发了一条私信 说她不会再干涉他们的友谊了 因为她和罗德里哥要分手了 在同一条消息中 安东尼亚承认她之所以嫉妒他们的友谊 是因为她和罗德里哥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安东尼亚和罗德里哥分手的具体原因并不清楚 但显然 即使在分手后 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 以朋友的身份继续消亡 一些亲近的人甚至暗示 他们有很大可能会复合 然而这种可能性最终并未成为现实 回到安东尼亚的旅行 当她度假回来后 表面上看起来一切正常 但在大学里 一些人开始注意到她的异常表现 安东尼亚似乎变得有些抑郁 开始躲避与人接触 她错过了一些考试 甚至交上了空白的作业 自然 班多尼亚的朋友们注意到了 她心得的这种绝大变化 每当他们询问是否一切都好时 她总是说没事 并回避进一步的问题 这种行为持续了数周之久 大约一个月后 10月12日 安东尼亚的父母计划出城几天 安东尼亚选择留在家里 于是 她的母亲建议她邀请一个朋友来陪带 安东尼亚打电话给一个叫弗朗切斯卡杜兰的朋友 他们已经十多年的好友了 弗朗切斯卡提到 在他们在一起的那天 她也注意到安东尼亚似乎很沮丧 当弗朗切斯卡问起原因时 安东尼亚说她收到了前男友发来的一些刻薄的信息 甚至还咒骂了她 弗朗切斯卡问为什么她这么生气 安东尼亚解释说 罗德里哥因为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张语 另一个男生的合影而吃醋 弗朗切斯卡建议她不要理会 因为他们已经分手了 罗德里哥没有理由吃醋 然而这个建议就像是对牛弹琴 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在安东尼亚家里待了两天后 弗朗切斯卡不得不应母亲地要求回家 安东尼亚请求彭路再多留一天 但被拒绝了 不过 她建议安东尼亚可以去自己家住 尽管收到了邀请 安东尼亚还是选择留在自己家里 安东尼亚的外祖母和小妹妹 在家里二楼的卧室里发现了她的遗体 安东尼亚绝望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像是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儿 最终选择了永远闭上眼睛 在得知时的消息时 安东尼亚的父母立即赶回家 大家都试图理解发现了什么 她的父母开始检查女儿是否留下了任何解释 就在这时 他们在手机上发现了语音消息 其中她向朋友们和前男友道别 他们还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实 安东尼亚在大约一个月前和朋友们去普空旅行时 她被强奸了 有一条在普空期间发送的语音消息 安东尼亚向一个和她一起旅行的朋友求助 在语音中 安东尼亚告诉她的朋友 她被强奸了 得知这一情况后 安东尼亚的父母联系了这位和女儿一起旅行的朋友 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位名叫康苏埃洛的朋友说 在旅行的第一天晚上 她 她的男朋友和安东尼亚决定出去玩 他们去了一家夜店 在那里遇到了一些熟人 其中 一些是大学同学 另一些是安东尼亚和康苏埃洛的共同朋友 他们跳舞喝酒玩了一会儿 直到康苏埃洛决定和男朋友离开 他们甚至邀请安东尼亚一起离开 但他玩得很开心 不想走 说自己稍后会离开 康苏埃洛最后看到安东尼亚和一个叫马丁佩努斯的28岁男子交谈 之后 康苏埃洛和他的男朋友就回家了 安东尼亚认识马丁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关于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有人说 他们上过同一所学校 而另一些人 则声称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 有共同的朋友 无论如何 安东尼亚在马丁的社交媒体照片下的评论 可以追溯到2015年 这说明他们确实认识已久 在夜店又待了几个小时后 安东尼亚和马丁一起离开了 安东尼亚和康苏埃洛的一个共同朋友给康苏埃洛打电话 告诉他安东尼亚离开时看起来有点不舒服 就像是喝醉了一样 这发生在凌晨7点左右 宛如一场噩梦的开端 第二天早上 康苏埃洛给安东尼亚发了信息 还试图打电话 但安东尼亚既没有回复也没有接听 直到几个小时后 康苏埃洛才终于收到了朋友的回复 安东尼亚发来了几条信息 但这些信息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 就像是一团乱码 字词要么不正确 要么不完之 仿佛安东尼亚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 经过几条令人困惑的信息后 安东尼亚终于写出了一句 康苏埃洛能够理解的话 他说自己在某种小木屋里 一个许多游客在度假时会租用的木屋 随后 安东尼亚给他的朋友发了一段语音 声音中充满了绝望 他哭诉自己被强劫了 恳求康苏埃洛立即来接他 康苏埃洛和男朋友立即赶到安东尼亚所在的木屋 这个木屋是马丁和他的朋友们租的 可以容纳识人 当他们到达时 愤怒的康苏埃洛开始和马丁争吵 质问他对安东尼亚做了什么 马丁否认了安东尼亚在语音中说的一切 而木屋里的其他人则一脸茫然 他们对马丁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就像是一群蒙在鼓里的观众 康苏埃洛带着安东尼亚回到了他们住的地方 告诉他应该去警察局报案 然而安东尼亚已经精神崩溃 他只懂得哭 说自己感觉很脏 只想洗个澡 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安东尼亚的心里 他觉得自己也遥违发生的事情负部分责任 他后怕父母会对他非常失望 他已经完全崩溃了 因此 他恳求康苏埃洛不要告诉任何人 安东尼亚还告诉康苏埃洛 在离开夜店后 他失去了意识 当他醒来时 马丁正在他身上实施那种行为 就解释了为什么安东尼亚自从从普孔回来后就变了 马丁的一个朋友 当时也在普孔的那个木屋里 最终向其他朋友散布说 安东尼亚和马丁睡在了一起 这个朋友并不知道马丁实际上是利用了安东尼亚 因为他没有看到他们到达木屋时的情况 在他的心里 一切都是你情我愿的 由于几乎所有人都是互相认识的朋友 这个案件很快就传开了 那种传到了卡拉佩诺的男朋友耳中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卡拉佩诺是罗德里格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 卡拉的男朋友告诉他 看来安东尼亚已经不再喜欢罗德里格了 因为他和另一个男人睡在了一起 罗德里格听到这个消息后 路火中烧 正如前面提到的 他仍然和安东尼亚保持着联系 他们甚至讨论过复合的可能性 罗德里格感到被背叛了 当他发现这一切发生在他生日那天时 他更是怒不可遏 就是在这之后 安东尼亚收到了罗德里格发来的大量辱骂信息 这些就是安东尼亚向他的朋友弗朗切斯卡提到的 他从前男友那里收到的那些信息 安东尼亚本来就因为发生的一切而深陷抑郁 收到这些信息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就像是往伤口上撒盐 就在10月12日那天 在弗朗切斯卡离开后 安东尼亚和罗德里格的对话仍在继续 安东尼亚厌倦了被当作背叛者而遭到辱骂 尽管他们已经分手了 最终他向罗德里格解释说 自己其实是受害者 然而安东尼亚并不知道的是 罗德里格正在录音 他想要把安东尼亚说的话放给卡拉拼 罗德里格随后把这段录音 发给了他的朋友卡拉 卡拉在手机上也很大的音量播放了这段录音 结果他的男朋友也听到了 卡拉的男朋友认识马丁 于是他去告诉马丁 安东尼亚正在指控他犯罪 与此同时 据卡拉说 罗德里格甚至提到想要把全部都告诉安东尼亚的父母 但安东尼亚恳求他不要告诉任何人 当马丁得知他和安东尼亚之间的事在传播时 他给安东尼亚打了电话 开始威胁他 这就像是一场噩梦中的追逐戏 安东尼亚无处可逃 在遭到威胁后 安东尼亚再次给罗德里格打了电话 他对罗德里格感到失望 因为他泄露了他要求保密的事情 他以为罗德里格直接和马丁说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安东尼亚和罗德里格 甚至在弗朗切斯卡离开的那天晚上 当面讨论了这个问题 罗德里格去了安东尼亚的家 他们谈了一会儿 然后罗德里格回家了 经历了一切 成为可怕罪行的受害者 应对谣言 心理创伤 以及与罗德里格的争吵 安东尼亚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丢弃的垃圾 尽管安东尼亚是受害者 但他也觉得自己要为发生的事情负部分责任 这种想法正在摧毁他的心智 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 安东尼亚再次给罗德里格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在消息中 他说了再见 就在当天晚些时候 他被外祖母和妹妹发现在自己的房间里 已经失去了生命 在了解了整个情况后 安东尼亚的父母决定去当局报案 不久之后 媒体得知了这个消息 这个案件很快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引发了治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 人们在街头和社交媒体上呼吁正义 就像是一场席选全国的风暴 当局开始调查的同时 安东尼亚的家人开始准备他的葬礼 安东尼亚被安葬在乌克市的一个墓地里 告别仪式有数十人参加 包括家人、朋友和大学同学 在这之后 其他女性也站出来声称他们也是马丁的受害者 许多人说 由于羞耻感 他们之前没有举帮马丁 但在得知安东尼亚的案件后 他们鼓起勇气站了出来 对马丁的指控涉及2010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8年发生的犯罪 甚至还有关于他童年时期的描述 一位在幼儿园照顾过他的女性老师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一些女孩曾抱怨马丁会不恰当地摸他们 同时由于马丁年纪还小 这件事并没有被认真对待 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只是将这些行为告知了他的母亲 据说 马丁否认所有指控 他声称自己和安东尼亚都喝醉了 所以他什么都不记得 至于其他指控他的女性 他坚持任一切都是双方自怨的 不久之后当马丁的案件正在进行中时 他的辩护律师偶然发现了一段视频 显示安东尼亚和马丁在事发当天一起行走 律师认为 这段视频证明安东尼亚是自怨和马丁在一起的 而不是被强迫的 然而在这段由当地保安录制的视频中 安东尼亚看起来明显神志不清 走路困难就像是节度醉酒或被下药了一样 很明显安东尼亚当时状态很不好 即使他想逃离马丁 他也不可能成功 而且安东尼亚曾告诉康苏埃洛 在离开夜店后不久 他就失去了意识 当他醒来时 马丁已经在他身上实施了那种行为 这段视频的公布 让许多人意识到安东尼亚当时的状态有多糟糕 原本用来帮助马丁辩护的证据 反而成了指控他的有力证据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法院禁止安东尼亚的家人在任何社交媒体上发帖 或讨论马丁所犯的罪行 他们还被要求删除所有 他们已经发布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帖子 与此同时 马丁录制了一段视频 讲述了自己的版本 在这段上传到油管的视频中 马丁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但遗憾的是 没有人相信他 在调查过程中 警方发现马丁从他的电脑上 删除了超过14000张照片 此外 当警方要求检查他的手机时 他声声坏了 自己已经把他扔掉了 马丁佩鲁斯的第一次审判 在2020年举行 说实话 这次审判简直就是个笑话 你猜怎么着 所有之前对被告的指控 都被作为证据驳回了 理由是除了那些指控 他的女性的证词外 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 马丁确实翻下了这些罪行 因此 只有安东尼亚的指控被考虑在内 这个决定就像是给受害者们的心伤又插了一刀 简直是对正义的嘲弄 在审判结束时 法院决定马丁将继续结束软禁 直到进一步调查完成 他被禁止离开国境或寄进受害者的任何家庭权源 这个决定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软禁 这不是在纵容犯罪吗 果不其然 这个决定并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 甚至其他律师和法官也对此表示不满 导致全国范围内又一轮抗议浪潮 即使在疫情隔离期间 人们的愤怒也无法平息 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 上诉法院终于清醒了一点 回应了检察官的请求 撤销了马丁的软禁令 下令对他实施预防性拘留 理由是他对社会构成威胁 此外 检察官还成功地让其他女性 对马丁的指控得到了认可 2021年2月 马丁的手机被找到了 分析显示 里面有他展示女性内衣的照片 指当指称 马丁在与女性约会后 会拍摄她们的内衣作为战利品 同年3月 马丁电脑中被删除的 15000多个文件被回复 在这些文件中 警方发现了内衣照片 淡罗女性的图片 以及与毒品使用和制造相关的视频和音频 警方的报告 长达近400页 包括受害者和证人的陈述 2022年6月 塔木科刑事法庭 开始了预计持续一个多月的听证会 在此期间 检方提交了一系列证据 专家证词和目击者陈述 其中 包括安全摄像头的录像 以及保安录制的显示 安东尼亚和马丁 走向马丁租用的木屋的视频 在所有这些录像中 都清楚地表明 安东尼亚明显无法自主行动 显示他已经神志不清 在审判过程中 有人提出假设 马丁可能在安东尼亚的饮料中下了药 如果这一点能够得到证实 将进一步假中马丁的罪行 然而尽管这个假设听起来合理 但当局无法证实 它仍然只是一个理论 在审判中没有实际意义 2022年8月 马丁佩鲁斯因所有罪行 被判处20年监禁 然而案件并未结束 2022年12月29日 智利最高法院接受了辩护方 对审判结果的上诉 法院觉得应该进行一次新的审判 2023年3月 马丁的辩护团队退出了案件 案件由公社辩护人办公室接受 同年4月 马丁佩鲁斯的新审判开始了 2023年7月 马丁佩鲁斯被判定所有罪名成立 他被判处17年监禁 考虑到他已经服刑的时间 他还需要再服刑14年 不过说实话 17年的刑期对于这种出城来说还是太轻了 这种人渣就该终身监禁 永远不能放出来祸害人间 安东尼亚巴拉的案件 是智利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 作为其结果 一向被称为安东尼亚法的法律被颁布 该法律确保任何诱导他人刺杀的人 都将受到斤禁惩罚 这项法律就像是安东尼亚 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礼物 不幸的是 2024年 巴拉家族又遭出了一次打击 安东尼亚的一个哥哥 塞巴斯蒂安巴拉 在上班途中发生事故驱逝了 这个案件就像是一个警钟 提醒我们要更加关注身边的人 特别是那些看似坚强 但内心可能正在经历巨大痛苦的人 他也提醒我们 在面对不公使要勇敢发声 因为沉默只会让罪恶更加猖獗 说到底 这个世界还是有阳光的 只要我们携手同心 一定能驱散黑暗 各位看官 千万要珍惜生命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